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Vegan Winkman 這節由Anno做我們的嘉賓 Anno 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Anno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可以把問題的電郵到ASK BH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 9157-14285 或者Facebook 我們都正在做直播 可以留個研究 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 港股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25860點 升46點 國企指數跌28點 報10204點 大股成交率有316億 Anno看到今天市場真的很悶 半天看到成交 暫時只有300多億 雖然中美傳出消息 籌備明年一月 可能再搞一個貿易談判 但大家今天都是看著今晚的議息會議 究竟是否真的加息 有市場那麼悶 今天應該都毫無懸念 但關鍵是否都是看明天呢 是悶的 其實你今天值得留意 就是看成交 今後會不會再創一個新低 沒什麼意義的 始終市場的成交悶 幾個因素 始終到下星期大家都知道 就星期一半日市 星期二星期三聖誕節假期 整體而言 假期氣氛已經相對比較濃厚了 傳統而言這些時間 的確不排除 有些人提早收錄等等 是有這個可能性在 因為實際上這一刻 特別說自從11月底 傳出90日停線協議之後 其實大家預料真的未必有太大的方向 有個比較明確的消息等等 明確的方向 可能是夏年1月 甚至農曆商店假後之後 才會見到 所以短期來說 這個悶局 我預料有機會是持續的 未來有些都還有重要事件 譬如今晚聯儲局議息會議結果 之後大家關注中央經濟經濟會議 相關消息上面 但問題是這兩個因素 會不會令到市場很驚訝 有一個很出奇意料之外的消息 所以消息浮現出來 我想機會不大 其實今晚聯儲局固然 大家對於12月份加不加息 現在這個分期開始加大了 所以導致12月份加息的機會率 降到六成左右 但是看過去歷史上 很少聯儲局在這麼高的加息預期下 算是突然間不加息 這個突然間的變動 對市場來說 是會有一個影響性在 當然不加息 未必大家會嘗試是一件壞事 但是長遠來說 大家會擔心聯儲局會不會突然間 真的受到特朗普說幾次之後 然後就選擇去不加息 大家對於聯儲局的獨立性 會有一個質疑在 這些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 以美國這麼成熟的金融體系狀況 應該不會突然間12月份宣布不加息 但關鍵因素就算加息 大家其實最關注就是主席鮑威爾的言論上 關注什麼大家會不會刪除 循序漸仲加息的字眼 也會關注利率是否接近中性水平 如果是的大致上都是刪除 做了符合市場的預期之內的事件 未必真的會有太大的變動 普遍認為下年其實最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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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加兩次息左右 加兩次息的預期 甚至加完兩次之後 大家預料聯儲局要減回一次 有些人也猜可能加一次息就沒有了 唯一相對比市場更加一支隔派的債度 就是加上今次之後就停止了 整個加息週期結束 所以這一刻大家關注什麼 只是關注加息週期幾次結束 整體現然 其實我相信對市況的幫助性、刺激性 不是太大 因為可以肯定地說 現階段美國的經濟衰退風險 不是很關注利率 即是利率再升上去 這個風險因素會擴大 而且你看看 隨著國際油價跌下來 美國的通脹壓力比之前是小了很多 一些滯脹風險 其實比之前相對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聯儲局不加息 其實帶來的幫助性、刺激性 也不會太大 反而市場焦點仍然繼續看起來 就算利率不升上去 美國的經濟能否保持這麼強勁的增長 這是一個最大的變數 所以就算現在未來的加息步伐 即是加息週期結束 我們覺得股市刺激作弄 都不是很大 美股都是危險的 但是對於港股來說 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特別經過上次跟著不對稱的加息 即是9月份之後 12月份股完大家會關注 明天就會看焦點 除了看聯儲局加完息之後的評論 香港的最優惠利率 會不會跟隨升上去 也是一個關注 但是第一方面 就算跟上去都預料是不對稱的 第二方面就是 就算不跟 或者就算跟著都好 可以見到利率的上行空間 不會太大 所以特別利率的風險因素 對於港股 香港的金融市場上 影響是更加之小 市場不會過分地解讀 反而對於港股來說的焦點 一定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但問題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最關注兩大焦點 第一方面減稅 第二方面就是下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現在全世界都在估計 下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都是第6%左右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也沒有什麼條件 再跟你說保持6.5%的經濟增長速度 但是會不會低於市場預期 亦機會不大 但問題就是算在說6.1、6.2% 我覺得市場不會因為見到 它的經濟增長目標是6.1、6.2% 而有一個很大的刺激狀況 相對之前提及到一些減稅相關的措施 這就是可能有一個最大的變數 但問題是你看到市場原來 在這方面來說 大家都是猜猜猜 規模是否大到足以可以扭轉經濟狀況 這裏都有一個疑問 所以不排除你過經濟工作會議之後 帶來一個短線的反彈 實際上是扭轉令到中期後事後的明確方向出現 我覺得機會不大 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現階段看到一個三角形態 越來越十分明顯 我覺得12月底這段時間 其實你看到這段時間 其實三角形都不是收窄得去哪裡 所以不排除甚至這個月的高位 和低位都有機會見了 我覺得都不出席 始終你看到現階段市況 除非你看到未來成交金額 有一個大幅改善的情況 否則我覺得兩天大約都會徘徊在 25000至27000 這些位置凝固 其實上個星期開始 就看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就炒起了某些板塊 例如基建股和內房股等等 今天看到內房股其實也有得升 雖然市民升得很多 不過就不是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是有些消息出來 就說山東河澤那邊取消了限售 之前就因為限售令 市民買了房子之後要滿兩年才可以再做交易 非本地居民的話 今周期是不少過三年 山東河澤其實是一個三四線的城市 今次取消限售令其實都挺令市場意外 因為其實都是一年左右 其實是否當局真的會批准他這樣做呢 其實你說是否真的批准 有時這些很容易近車太貼 你往往見到很多時候 這些消息傳出來之後 隔幾天可以跟你說回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這一方面來說 大家都要小心 但是你說這一刻這樣去看 的確是看到是令到市場意外 就是一些寬鬆的政策來的 其實內地調控樓市的措施 來來去都是幾招的 一是限購令 一是限賬令 即是說一些發展商定價不能太過進取 另外一些限售令等等 你說都是離不開一些限制 可能你說是控制樓價的調控措施在那裡 其實近期都在傳見 其實見到是有些寬鬆的跡象來的 這方面來說 在七八九月份的時段都看到了 開始有些部分的城市 首套房的平均利率下降 雖然不是說跌很多 但是往往這些是一個跡象市 或是內地樓市 有機會出現一些寬鬆政策的一些跡象 這次只是說進一步看到 有些可能個別三四線城市上面 就有些可能再進一步放寬的情況在那裡 之前說了 有很多的限購政策在那裡 有些限購令 防止那些人買第二套房 或者是不同的產品的人來買樓 這些會有相關的限制在那裡 一個限售令就是買完樓之後 一段時間不可以沽了 另一方面就是限價令 就是一些發展商定價 是不可以這麼進取 但是問題就是 在這麼多樣的調控政策當中 相對性的影響性最小 就是這些限售令 而特別就是你看看內地的樓市方面 近期來看三四線 例如山東這個地區 都看到成交狀況已經不是十分活躍 往往是大家傳一些聲音 他叫真的放寬這些政策 是有個可能性在那裡 其實看香港的樓市都是一樣的 當成交這麼低的情況下 你見到會有些聲音 說要取消一些SSD 一些防止他們轉售等等的相關政策在那裡 那你說會不會做 固然一向都說不是一定的 但是實際就算去做 都不會視為說真的 開始有一個很大的轉捷點在那裡 那你說略為放寬的跡象 可能會是有 但是大家要憧憬這個政策 可能你會擴散開去 去到全國不同的城市都會去做 我想可能性就真的不會太大 因為始終現加段內地方面 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狀況 是完全很兩極的 雖然樓價都是一致 大家都有個上漲制度在那裡 但是近期你看一下下行壓力 很明顯地三四線城市是相對比較明顯的 而原因就是一些旁改的政策 近期都有個很大的變化在那裡 未來大家會擔心這些地方 就開始樓價有個下行趨勢 往往物業市場永遠都是的 下行趨勢形成了之後 銷售狀況是可以轉得很差 因為大家都覺得遲些才買 才會相對比較便宜 這一刻以這麼高槓桿形式去買樓 負資產的風險實在太大 往往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的是有些寬鬆政策會出道理 特別幫助地區 可能在未來整個房地槍穩健 穩定地區收入等等 是有個可能性在那裡 但是會不會大規模擴散 甚至一二線城市都有條件呢 我會仿效 我看這個機會就真的不大 因為實際上特別看這次 譬如在估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很多一二線城市上 都會繼續有利好政策 譬如說有些特區發展 自貿區發展等等 都預料會繼續有這些相關的政策 經濟前景狀況不合適 真的太過差 所以我覺得內房這個板塊上面 看回這次的消息 雖然是有寬鬆的跡象措施 但我不覺得會有條件全面看好 這個板塊仍然維持看法 就是只會建議選擇性吸納 一些股值低 好像中海外這些內房股 我會建議繼續買 但如果你是過往來說 依賴一些高增長 銷售模式比較強的一些內房股 譬如說是碧桂園、恆大 或者是1918融創這類型的內房股 我就會建議大家小心一點 我看到瑞信的報告 其實都跟Arnold的意見差不多 他都是說要選擇來吸納的 大型內房就可以選擇 因為他看回過往的數據 雖然最近看到住宅富泉 已經連續升了三個月 證明供應大需求 但瑞信就覺得 11月的銷售數據其實有驚喜 安年雖然跌5.1% 但都比起預期少 如果選擇大型內房的話 是不是這一刻現價都可以吸納呢 其實你說大型內房 又要提回一個定義的 因為其實之前提及到我不建議買的 碧桂園、恆大、融創中國 其實那個規模都是十分之大的 我覺得分別之處現階段內房方面 我就未必建議買一些 在過去一年或者過去這兩年來講 積極發展 不斷地膨脹的內房股 這些高基數效應下 令到扯到他們的股值 相對地比較貴 現階段來講去吸納 我覺得那個直播率 或者投資價值的空間 不會太高的 經常都在說 其實這輪現階段開始這樣說 那個股市指數方面 有機會見底 但可能性不是十分之高的 但問題是如果你選股份 你抱著一個可能有機會見底的心態 去吸納的話 一定要看回公司的股值 還有現階段的基本狀況 是否符合相似的 基本狀況就是 現階段看回基本面上 內房版法就是這樣看的 預料調控政策 未來不會再收緊了 不會再有些調控政策 會有機會出來打擊樓市 但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 會反映在房地產市場上 所以樓價就預料 未必說會有一個很大升的情況 所以買樓的意欲會減低了 所以發展商未來 賣樓的速度一定沒有以前那麼快的 就算沒有一些調控政策 大家買樓的意欲會低了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對於地產發展商來說 資金周轉 或者是整體營運狀況 和以前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譬如碧桂園這些個案 你說456 當然是說很快周轉的速度 可能你說4年投地 接著5年落石 6年之後 即是過6個月之後 4個月 4、5、6 即是用一年時間內 就可以找到整個周轉現期完畢 這些模式 我覺得是應該揭不住的 未來未來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對它的股值來說 會有一個大影響 大家各位來看這些內房股 因為他們有一個較高的營運效率 可以甚至集中看他們的盈利能力 所以你用市盈率去看 他們的股息率去看 是吸引的 但問題現階段說 融資壓力已經相對比較大 周轉化又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說如果用市盈率去看 意欲影響不大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這樣去看 這幾個扣投資者都開始留意 內房股病病 都是看市盈率為主 因為股息率亦是跟市盈率有一個很大的關連 他們盈利保持不到的話 未來未必能夠維持這麼高的排斥水平 相對地提及到那些688、1109 這類型的內房股 第一方面 在上幾年來說 這幾年來講 他們的銷售沒有一個很爆發性的增長 所以基數不會特別高 對他們來說是有能力繼續保持穩定上升的提策 而最重要就是用市盈率來看 中海外說得更加低 1.1倍市盈率左右 環智地都是1.5倍左右 這類型內房股的市盈率 就真的不算特別貴 如果你看到內地的樓價仍然穩定 沒有一個明顯下行壓力在這裡的話 其實我想他們的股值都有條件力為提升1、2成左右 所以這些位置順著勢 有些利好政策出台 提高1成左右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中線的投資價值 就算中海外也是 上到30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投資價值的直播率就不會很吸引 好啊 謝謝 長了個分析 接下來我們開始解答家庭股眾的問題 有位Youtube朋友Karen 她想問1358.96日 為何會不停跌 前景又如何 因為持續貨不多 可否等下跌定才再溝通貨呢 這些位置不會建議溝通貨 可能能源 大家可能很多時候都看回到 一些天然氣板塊去看 但問題對於營利能力而言 特別在上游原油嵌探的業務上面 其實貢獻是大的 所以近期國際油價急跌 它不可能不習慣 甚至之前升上來某程度上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受惠油價上升 這些相關的因素在 你不可能將這個股份 完全將原油嵌探上面 可以撇出去 不需要去看 所以你始終是今天焦點 你剛才說昨晚的國際油價大跌 那坑人能源跟隨著跌下去 機會都是大 這些位置不建議溝通貨 反而應該利益止撤離場 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8.5 這些位置失手了 量度跌幅去看 落到7.5 這些位置都不足 這些位置我會建議止撤了 如果股價有機會落到7.5 這些水平 你看國際油價 如果未來開始存訂 大家看法沒那麼負面的話 其實這些水平才會賣回相對比較安全 好啊 接下來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吳小姐在旁邊等 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想問甚麼 是 我也是想問 8.57 和平保 平保的 OK 我們先說一隻8.57 你有沒有貨在手上? 沒有沒有沒有 兩隻都沒有 即是看看何時可以撤到它 是 我就看看這個8.57 何時可以賣 好啊 麻煩你電話8.57 了 中石油 我們走到那裡 今天床身低 最低到5.01 油價大跌了 現在樓油都穿了50美元 總之是否應該撤它呢 油股真是不會建議這些位置去買 未來可能跌多一點值不值得去買 在估值上面固然有一定的直播率在那裡 但是問題就是油價近期跌勢十分之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家看到 雖然油早達成了一些減產協議 但是特別例如美國和俄羅斯這些國家 去到這一刻的供應量 仍然是非常之特別的 特別是美國方面 它不需要遵循減產協議 原油增加的速度是非常之強勁的 近期你看到原油庫存數據上的壓力十分之大 所以短線來說 關鍵因素 今晚美國公佈出來的原油庫存數據 一定是市場焦點 如果你也看到原油庫存 也大幅增加 油股更跌 油價和油股都是一樣 跌多一層都不出氣 這些位置不會建議去買 因為就算反彈 也不會彈到去哪裡 如果你看8.57 而且始終股價有很多重要支持位都穿了 現在未來如果連5元都失手賣 其實下回到4.8、4.7 這些位置都不出氣 但是如果短線來說 跌到這些水平跌得這麼急的話 我相信大家對於油價的看法 可能比想像之中更加悲觀 所以暫時來說 這一刻油股我會建議不然佔收 好 小姐油股暫時不要想著 另一隻就是中國平安平保2318 今天暫時保在72.65 我看到最近高盛都搶好一些內險股 平保可不可以撐? 其實就算高盛唱好一些內險股 內險股我自己覺得直播率都是不吸引的 因為平保固然的業務表現相對比其他保險公司 一直以來續得相對比較強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從股價的強勢上也都在反映出來 但問題是這個強勢能否持續 我會有所保留在這裡 甚至說其實有一個風險因素 我覺得值得留意就是始終內地未來 雖然中美貿易方面有機會有轉機在這裡 但是就算未來如果有轉機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內地很大機會都是選擇公佈 去開放一些行業相關的消息在這裡 而內地的保險業 那當然是開放不同省份 可能引入更加多的外資進入 這個說了很久 未來有機會慢慢地去實行 到時候一些內險股會否競爭壓力大了 從而影響新業務價值增長 這個風險因素是要注意的 我覺得估計暫時還未反映這個因素 因為這個風險因素 的確未明顯地浮現出來 但是短期後市會慢慢開始反映這些因素 我會擔心的 所以這一刻的內險股 我都不建議去買 如果你在評寶 看圖表走勢上面 整體是屬於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我覺得暫時會看它橫行在80至70元左右的區間 如果有貨的穿70元 我會建議指示離場 後市如果有機會上到75元樓上 接近這些位置 75元80元的區間 我都建議是這些水平去減載的 好啊 接下來我們再聽另一位觀眾的電話 梁小姐 你好 Hello Hello 梁小姐 聽到嗎 可能暫時都聽不到 不要緊 我們稍後看看可否聯絡你 接著我們繼續回答WhatsApp朋友的問題 這位朋友想問981 她就說 9個多有貨的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近期都見到中芯國際有個反彈勢托 但我又看消息層面 又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所以可能純粹市況氣氛回穩 出現跟隨著技術反彈 但問題是論估值 之前提及很多公司都是 內地都可能會繼續加大 努力發展芯片行業 跟高端製造等等都有些關係 但問題是足不足以令估值有個大幅提升 我想這個機會真的不是太大 所以正如之前所說的現階段 只是看見技術反彈 這些位置是要開始小心的 如果有貨的 我會建議嚴守 只賺只洩位7元這些水平 如果再穿7元 就應該去估出 因為整個瑞星細頭 就應該會扭轉 但如果不穿7元順序 我想有機會可能會扣8元 這些位置去估出 好啊 另外我的朋友也想問 1211比亞迪 買不買得過呢 比亞迪最近看到內地 都加大新能源汽車的部署 看到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量 亦都破了8萬 買不買得過呢 比亞迪的話 其實正期來說 股價明顯地比較強勢 但是呢 值不值得去買 我不建議去買 這些水平反而建議 更加小心 跟之前的說法一樣 你看看股值 是否配合現階段的狀況 內地的確有很多政策 鼓勵新能源汽車發展上 比亞迪的發展空間 仍然會大 但問題是你看看比亞迪 未計過預測市益率 就是今上年份業績市益率 已經是32倍PE左右 今年其實盈利倒退 今年的業績發表一般 其實預測成率 都是差不多接近40倍PE 問題就是 當你30倍PE流上 就算未來有強勁的增長勢頭 兩三成左右 這些估值上已經反映了一大部份 甚至說一些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減少 甚至說新能源的盈利能力 是否真的有想像中那麼大 還是市場只是衝勁之前跟RD合作的運能汽車 銷售表現 是否真的做得那麼強勁 這些因素 很難說我覺得令到估值可以再進一步提升 所以這些位置我反而會擔心獲利回吐出現 甚至說在未來來說 盈利能力一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的話 隨時有機會跌下去 看看股價走勢在上面 近期從高位回落和勢頭 都十分明顯 之前看到60元這些位置 翻不穿之後 接著跌下來 我會擔心股價 隨時有機會形成一個浪低於浪的格局 短線來說 會留意53元這些位置能否守得住 穿起來的話 我會擔心股價 隨時有機會 可能你說說 反覆向下市分45元甚至40元這些水平 好啊 給價值短線來說 看著53元這個位置 接下來 我們到楊先生的電話 楊先生你好 Hello 楊先生 是不是林先生還是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我會在地鐵通 應該應該暫時未聽到 不要緊 我們繼續談 我們都回答一下 繼續回答我小朋友的問題 今天有位朋友想問 1357是否反彈好呢 美濤我想都不會想 新經濟股本身的看法 已經十分之負面 美濤已經處於一個虧損狀態 什麼時候扭轉了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之前說出售了和小米合作 將手機業務判了給他們做 我看不到刺激作用有多大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出售完這一方面的手機業務之後 剩下的就是美濤設計 AI計算了 這類型業務是不是真的這麼值錢 這個泡沫的風險 我講的是十分之大的 所以說當然跌這麼多 隨時有機會反彈35% 甚至一兩成反彈 是有機會有 但問題是說這些股份 你看到上網空間 雖然可能有機會 隨時賺一兩成 但問題是跌起上來 跌多三四成 甚至跌一半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你講這些股份 我不會建議人去買 好啊 美濤暫時都不要想著 還有朋友想問3993 目標價是哪裏呢 落目的話 我想短期來說 都是看得審慎一點 因為始終在說 估價 我都覺得短期來說 可能會表現比較波動 但實際上暫時見不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下行壓力 所以你看圖表形態上 也是一個整固形態 在形態上 我想未來會走一個下降三角形態 可以留意究竟是突破 向下突破 還是升穿的跡象 但你看回這個三角形態 這一刻不算是收窄得非常之勢 所以整固格局 真的不排除可能跟市況一樣 可能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你看看三角形態 真的收到十分之窄 往往還是差不多接近年底 所以暫時來說 部署策略 我會建議留意三角形態 如果升穿到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望到三個半這些水平 但是如果跌穿了 三角形態的底部橫行區間 底部大約是三元這些水平 就要理性指示離場 好啊 繼續看著它走勢 有一位朋友想問 如果美國意識之後 是不加息的話 市場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選擇不加息的話 這方面我看法不落寬 因為就是抗議期中太大 未來就是一個風險因素 就是特朗普的影響性比想像中更大 甚至連聯儲局的政策上面 都有機會受到影響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下 市況就算是大眼 我都會建議離場 所以你說這個 我絕對不會視為是一個利好因素 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這方面都不要抱一個太大的衝擊 況且都是說 現階段大家在估計加息的機會 都有60% 當同市場預期中這麼大 有這麼大的落差的情況下 大家會說什麼 就是聯儲局的獨立性 普遍來說大家都會去質疑 所以實際上能不能升得起 我自己也會有所保留 好啊 接著我們也聽到最後一個家庭觀眾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你好 兩位好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今天一招一百一百 有沒有直撥 沒有 沒有貨的 一百一百沒有貨的 好啊 今天就創新歌玩最高去到八個二十九 值不值撥呢 其實我看有得升的大問題 你問值不值撥 我覺得不是真的那麼值得去撥 其實你說今價短期來說 就算聯儲局 就算加息也好 大家都知道加息週期已經到尾聲 應該都會理好金價 因為美元我看不到有什麼特別可能性 可以再進一步走腳 但是這些相關的因素 其實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去到這一刻 大家已經在看結果 去到結果出來 我又不覺得見到結果 才會有個很大的變動在那裡 除非真的去到 之前都在說我自己預料之外 就是講到聯儲局 直接不加息 但是這一刻我不會抱這樣的看法在那裡 如果以我的看法上 我覺得你說比如招金金礦股 就算升上去 都是頂籠看到八個半這些位置 所以論直播率 我覺得是不吸引的 相反地一旦出現獲利回吐 我想估計隨時有機會落到七個半這些位置 甚至不排除未來而言 可能只是橫行在 第八塊這些位置上去落落 好啊 接著還有位楊先生在旁邊 楊先生你好 馬路有機 你好啊 你想問什麼的 我買了一隻577 買的時候介紹說 它供股集資 建了一座酒店 後來我看到 它現在是屬於建築股 為什麼呢 OK 你想知道這隻是什麼股份 是呀 提點玩法 那時候過幾天已經掉下來 OK 最高幾元的 資產值幾元的 好啊 OK 麻煩你電話先 577南岸集團 今天暫時報在3日05分 升了1% 這個公司究竟是做什麼的呢 老實 其實公司做什麼 我自己都不會特別去看 我覺得沒太大參考 我第一方面沒有留意這隻股份 那第二方面 你其實看回港股市場上面 現階段你說市值大約是3億左右的股份 很多時候都是抄殼價 抄這些相關因素 但是有沒有機會賣殼等等 那你再看回每個股份 今天來說你都看到的 沒有什麼成交在那裡 我相信最主要就是純粹這些股份 就是等待有沒有一天 有機會有人可能賣殼等等 這些相關因素在那裡 但是這一刻這個衝勁幾乎都是沒什麼的 因為市況的氣氛不好 一些相關的活動 已經是大不與此 我想你看到你自己都要小心一點 始終你說當市值縮到這麼小的情況下 固然隨時有機會可以有些買盤 相關的消息可以刺激到股價 但是與此同時 這些類型股份去到這些位置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些財技的股價 可能都會掉下去 所以如果你說沒有貨的 更加不會去考慮 但是先生過幾乎 過幾乎都沒什麼意思 其實問題就是這些股份可能炒越 縮了下來 我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我覺得可以上回去 千萬不要抱著心態可以上回去 因為實際上 我覺得很多時候這些股份 落到這些市值 特別是三億左右的位置 已經不是提基本因素 純粹是投機性炒作 你問我策略上 我正確認這些股份 我都會建議一天估了 好啊 謝謝Anno 這麼詳盡的分析 也跟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到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 今集節目就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 直播節目 稍後見